可是久安你怎么会决定要做Podcast的内容 还是因为也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吗 还是不是 因为我看你是在疫情前就做内容 因为会想做Podcast 因为我自己本身个性是非常极端害羞内向的人 我表演还像那个样子 是我期望的样子 可是那是相反的 我私底下是不跟人讲话 但是我后来觉得说 一直不跟人讲话好像不太好 不管对表演还是对人生都不太好 所以我觉得希望可以靠着Podcast 是一个逼自己讲话 还要逼自己去跟别人交流的一个方式 然后也可以训练自己咬字啊 口条反应这些东西 然后所有就好 就把这当做修炼 就开始跳进来做Podcast 然后做的作者也到第13集 因为真的对自己 当做修炼的动机 当做修炼 当做修炼 对对对对 那我发现大概做到第三第四集 就发现 比较敢跟别人开口 而且讲话的感觉变好很多 有恋有差啦 有恋有差 然后找你的话是因为 我那个时候在想说 大概本来是预计说7月12号可能会解封 可是我那时候想说可能没有办法解封 但是我手上已经没有库存的Podcast了 但是我又很讨厌远端连线录音 因为远端连线录音 不是实际在跟一个人直接的交流的话 我不确定自己是不是真的可以把害羞的那一面丢掉 因为我们现在是隔着荧幕讲话 其实我不太 有点像是用荧幕来保护自己 我那个害羞的内心其实是被保护的话 可能才可以有办法展现 但是真的要确定自己能不能丢掉害羞的话 还是要当面相处才晓得 所以我比较倡向当面的聊天 但是现在变成说一定要远端录音的话 那我就找一个只能远端录音的人 所以就是找一个外线式的人 所以我就想到外线式的人 外线式的人找谁呢 找一个高雄人好了 绝对只能远端录音 我想说聊一个找一个 原来是这样 对有够远 这绝对只能喜剧开港 绝对只能远端录音 所以这一集呢 我们EP14 还是跟喜剧开港的阿海 阿海来聊天 耶 那我们这一集的话 耶 这一集的话就是继续聊说 因为我们喜剧开港现在做OpenMine 跟办表演也开始半年了 那你们现在的演员应该就是 有维持一个稳定的数量 那一开始是怎么找到这些演员的 比方说像卡米蒂 对啊 卡米蒂是一开始培训班 还是拉朋友进来的 那你们是怎么找到这些演员 我没看见怎么找到这些演员 对啊 我想一下 好啊 是不是网路上说我们放OpenMine 应该说就是 我想说就是 我们有很多的表演者 他其实已经 第一次来的表演者 我已经没有再看过他了 一定会有 一定会有这种的 是 一定会有 对 已经没有再看过他 然后 然后中间进来 然后一直留下来 做表演的 其实大概 可能就是十个人 这个比例啊 比例大概就十个 然后会有一个 会留下来持续的努力做表演 很正常 然后现在 最常出现的 有几位都是从 卡米蒂的表演 卡米蒂的 新生班嘛 就是 脱口秀班 那个 社交的课 然后他可能 他可能是高雄人 然后可能是台南人 然后在台北上完课 或台中上完课 然后回到自己的城市 然后发现说 高雄现在也有人在做 脱口秀了 然后 就来这边做 固定的表演 固定尝试 他的OpenMine段子 然后除此之外 还有一些 成员 我猜啦 我猜他们都是 因为本身职业可能 就很擅长 跟人家对话 或者是他可能是主持人 像我们其中有一个 他是 他是故事姐姐 他本来每天就是在 讲故事给小朋友听的 然后他 在朋友的介绍认识下 然后说 你那么会讲 你那么会讲话片小 你那么会讲故事给人家听 那你要不要来分享你的事情 给其他大人听 然后这样子过来 其实我觉得应该都是完全 可能以前有看过影片 然后因为粉专 或是朋友介绍进来 然后开始固定下来表演 可是南部的演员群 成熟度 我必须讲 因为我们基本上没有任何一个 演员去上过 那个专业的课程 或是培训班的课程 所以其实都是图法 自己的方式 自己摸索 再做演出 那撞墙期会 会比较长一点点 可是另外一个特色 我觉得这样有个好处 就是 有台北的演员 下来跟我们讲说 就是我觉得 喜剧卡卡蛮特别的一点 是 你抓不太到那个 风格 像是他们就跟我讲说 你去 你去 23或是去 卡米蒂 看open mind的时候 如果那个人是新人 即使他是新人 你也可以大概知道说 他是哪一个体系出来的 或是 他是大概是 想学哪一个风格出来的 你就会知道说 他是卡米蒂的素人 或是他是 他是23那边的素人 可是在高雄这边 你不太会看到 一个明确的一个范本 对 他的那种 基本上都很 都很原创 但是也都 相当的 相当的 欠磨练 相当的欠磨练 所以有时候 我们真的会发生那种 就是 那个五分钟的open mind 有一两个演员 哇 真的 不知道他在冲他小 真的不知道他在冲他小 他那个已经不是意识流了 他到底在分享 还是他尝试要表达一件事情 我真的搞不清楚 那也算特色之一吧 就有时候大家都很顺很顺的 然后中间突然出现一个这样子的人 我就觉得蛮特别的 演员的主神大概就是这样子来的 每个人都自己突发炼钢 好酷哦 好有趣 那你们现在跟自己演员的关系是怎么样 你是怎么样看待演员 还有演员这样怎么样看待你们 我想要了解这种感觉 比方说 我是卡米蒂系统 那我看待卡米蒂 其实卡米蒂对演员来说就是 流浪狗收容之家 他专门收容各地的疯子 所以很多神经病才会死尽他地的爱卡米蒂 像这种感觉 有一点这样的感觉 可是我觉得这个可能要问其他 来喜剧开港表演的人 可能会比较准 那我先讲就是 作为品牌方的想法 我们作为品牌方的想法就是 我们会固定举办Open Mind 那举办Open Mind的同时 我们会在 我们会经营一个演员社群 跟经营一个本专跟YouTube频道 那这些YouTube频道 它们同时是在服务 所以我的消费者跟提供服务的对象 同时是这些看喜剧的观众 那同时也是这些表演者 如果说你们想要借此 想要做一档秀或一场表演 你们可以用喜剧开港的资源 然后上面会挂喜剧开港的名字 可是演出的人是你们 然后这些演员 你们的表演的行销跟场地 场控这些内容 都会由喜剧开港来cover你们 然后演出是你们的 就是你们就是负责做好表演者 跟创作者的角色 然后其他部分喜剧开港都会 帮你们cover这样子 你当一个纯行政跟制作 制作者的角度 我们就是一个制作方 因为我自己同时也是演员 所以如果说我要使用喜剧开港的 这些资源这些东西 也是比照一样的条件 并不会特别的优渥或什么的 都是用一样的方式 那我们的YouTube平台跟演出的平台 就等于说是 如果你们有自己的影片 你们只要有上传 喜剧开港会愿意帮你们分享出去 告诉别人说 有这个表演者在我们这边表演过 他是南部的喜剧演员 他不一定都只在这里 那你们可以参考一下 这个是一个南部的表演者 像我们就有分享过 暴罗沃克 因为他们是属于南部比较少看见的 他们超有趣的 超有趣 我看他影片很棒 超厉害 对 然后他们就来做过一次 他们有来我们的OpenMind表演过一次 然后我们就会 像是有活动邀约的演出 我们就会找他们过来 一起合作 然后跟别人宣传说 南部有这样的一个表演者 你们可以参考一下 我会比较希望 你刚刚有提到说社群吧 我可能会希望他是一个 他是一个表演者之间 表演者之间的一个南部社群 然后对于观众来说 就是一个品牌 我可能不用去follow到那么多的表演者 可是我只要知道 如果说是喜剧开场推出来的 一场秀或一场演出 那我就买票去看 绝对是值得的 他们会帮我们做好品质的把关 这个想法很棒 我会希望是 这个想法 比socio负责 我会希望是做一个 一个品牌 不得不说 比socio负责 socio有时候根本在恶搞 socio有时候就是会推出 很实验性的企划 他那个企划推出来 然后可能表演的前30分钟 他还没有run down 我们都会想 干这就会了 就不要做那么实验性的东西 然后结果一售票 然后所有人都拿出 即兴表演的本事 想办法cover说 没有run down 说要怎么办 socio有时候太随性了 但我觉得听到你这样子后 你自己的把关的 有做好 我觉得蛮感动的 我会这样子想 我会这样子想 就是socio down的做法 其实等于就是这样 他真的包容性很强 可是我就会觉得说 这个可能要做一个 直品牌 就像是有些大品牌 他们可能 他们也会区分 他们的商品 就是这一系列的商品 就是平价的商品 很好 很好亲近 很好入手 可是你也不用想象说 这个商品 它能提供 就是多顶级的一些感受 然后我自己会希望 就是 喜剧开场做出来的内容 其实就有点像 像是剧场那个感觉 就是我们剧场里面 舒服的座椅 然后比照剧场的灯光影响 然后开场的时候 会有专职的人员 然后介绍 这个场是 喜剧开港的什么什么表演 然后开场前的注意事项 他就是在看一个剧场演出 只是我们表演的东西 是talk show的内容 比较精品化 那如果说是 如果说是其他的 其他的即兴的表演 或者是其他实验性的演出 我们可能就会请他们用 也许不同的名称 纸品牌的方式 这个是我会觉得 这样子对观众来说 他们也不是说负责 就是观众他们会比较好去区分 对对对 我要买 我要买的东西是星巴克 还是买的东西是 这样比较好 对对对 这个想法很好 但是拿给收酒 他只会听听 收酒真的太随心了 那我就是 刚才有听你说 你有邀请东区德区 你们做一些 即兴训练的课程 那你有什么 就是有规划说 给演员的培育或是上课 比方说卡米蒂 收酒会开课 开脱口秀课 然后二三 现在也是有 丹尼也会说 我们可能礼拜六 讲一个简单的交流会 他就收个入场费用 然后教一些 他怎么写笑话的方法 那你们会有 这这样子的东西 演员培育系统吗 有 我本来做了一个 很狂妄的计划 现在通常 说来听听 因为有些人 跟我讲过 就是Social 他的眼光很精准 今天上次讲到了 那会不会有人说 干 就是喜剧开港 就是在disSocial 算了算了 不管不管 他对于演员 他看人是对的 但是他没有办法 不一定能捧红 红有时候看运气 对 他们就说 他在教学的部分 比较像是让大家理解 喜剧跟他的心路历程 就是他在让大家了解 这个产业的过程 他可能在表演的部分 没有办法教得那么的精准 毕竟他可能 比较多的时间都花在 整个培育上面 他不是那么 他不是现场 他已经离开现场很久了 他以前是编剧 但是他没有实际成为一个演员 所以他教表演那些动作 他会比较弱一点 可以这样想 对 然后我就在 我就在想 就是 那如果我在实物跟 跟文本的部分都并重的话 那我怎么样去做 我就在想 就是 有那么多厉害的 台湾的喜剧人员 如果 我开了一个课程 是一个 带状的课程 然后这个带状的课程当中 你来上课的时候 每一个区 每一个 每一个区块 都会是有那个领域当中 在台湾知名的强者 那会不会很好玩 所以 其实我敲了 这个东西还 不能全讲 但是基本上就是台湾 售票会很快速秒杀的 那些演员 然后我请了 某一个人来教表演 某一个人来讲文本 某一个人来讲 他的现场反应 跟某个人来讲 他的现场的秀的环节 是怎么安排 然后他是一个 整个的带状课程 就是我会想要就是做一个 这个就是属于喜剧开港的 培训 培训班 那这个培训的课程 他不是一个老师全部讲完 你上完东西就是上这些 台湾的 台湾的脱口球界的强者 然后他们教的内容 然后每一段都教不同的 那如果你不喜欢就是 全部的老师 全部的讲师的话 你只想要专攻在 例如说你只想要在文本上面 有所表演 有所增强 或是你觉得 我是一个写文本 超强逻辑超强的人 但我在表演拍上面就很烂 那你就来上 就是很会做自体表演的课程 对 然后我想要 我那时候是预想开一个带状课程 然后你每次来上 你要一次全部交整个套装的费用 或是单堂的费用都可以 好棒哦 然后讲师们 讲师们我也敲 我也敲好了 但现在就是一切都都暂停 急性找阿德绝对是对的 急性的话找阿德或欧爷 绝对是对的 急性的话是找 我是找东区的 他很棒 他教急性超好 那可以透露找了谁吗 还是说现在还不方便讲 我不能全讲 但是就是我刚刚讲 大家可以去想一想 有谁是大家公认写段子都非常有趣 或者是大家公认卖票的速度 因为我会觉得 我会觉得喜剧开港 是一个比较不避讳 跟大家承认是一个 属于商业演出的团体 所以我会告诉演员们 我开的内容跟秦乃这些讲师 他们讲的这些东西 都是他们直接实际在售票场合上面 实际有用 他们觉得有效的内容 他们来告诉你 因为他们希望你的表演更容易被人家买单 这个是我内心去做的一个表演者跟商业平衡 然后我不避讳的一件事情 所以就是那些卖票卖得不错的表演者前辈 然后跟打工人很强 都在现场 现在都还是有在现场演出的一些前辈 疫情解封前 然后重新再询问他们 接下来可以的档期 我就会公布了 然后只在高雄上课 只在高雄上课 之后再看看 好酷好酷好酷 期待解封 这个也蛮实验性的 这个也蛮实验性的 对啊 但我觉得是件好事 不管对于在地点演员 或是去当讲课的人来说 都是很好的事情 也是一种交流 我猜文本是大可爱 对 非常 很合理啊 全台湾就他one liner最厉害 大可爱 赞啊 他绝对是当讲师的博尔人选 对 博尔人选 他的文本真的是非常精美 我有听他讲说 虽然我也自认为是文本不错的 可是 以他的标准来看 他都还会觉得 大家的罪字实在是太多了 他可以把字精简到一个 不可思议的程度 那很厉害 那个是真本事 那我也想问一下说 像您刚才有提到 从大家的表演可以看得出来 然后卡米蒂有自己风格 二三有自己的风格 那高雄演员虽然都是原创 但是大家有自己 比较偏爱的风格吗 比方说 二三的人其实是很喜欢讲 政治笑话 那种政治嘲讽 一些比较干净的笑话 那卡米蒂是很多风子 就食精病很多 风子笑话 那高雄有自己 比较偏爱的某某类型吗 我先讲 不会中的 很奇怪的就是 大家都觉得说 高雄的政治景象 应该很明显 可是意外的 在来高雄讲政治笑话 重的比例很低 很低 就是人家 很多人 可能还会在其他的县市 或是台台北 还会讲韩国语笑话 就是他还在热潮上面 在高雄 讲韩国语笑话 不会重 已经腻了吧 不会重 就很腻了吧 可是每天是他们的日常 所以可能很腻 应该是这样 我觉得是因为腻了 讲政治笑话 可能要讲些别的 基本不会重 然后再来 再来就是谐音 谐音大概是50% 50% 就我知道就是 人家都说 二三有吹起了一股谐音的外风 谐音梗之夜 我觉得就是 大家喜欢的类型不一样 然后在高雄 谐音梗 好像也不太 也不太重 我不晓得为什么 我自己是还好 我说谐音是还好 但是在高雄谐音也不太重 我就谐音梗看冷 可是高雄人很奇妙 但高雄人很奇妙 就是他们喜欢听 自己生活发生的小事 跟家人互动的故事 就是比较 生活化的 比较贴近自己生活 真实 经验类型的东西 是观众喜欢 还是演员喜欢 观众喜欢 观众喜欢 对 然后 黄色笑话 在高雄是蛮受用的 昏梗在高雄是很OK的 好棒哦 天哪 所以我一定要分享一下 我一定要分享一下 就是我去新竹 因为我只讲地狱梗跟黄色笑话 新竹人超喜欢地狱梗 超讨厌黄色笑话 我实在是不懂 我完全不了解 为什么会这样 实在是矛盾的 超矛盾 超矛盾 超级奇怪 那之前去高雄讲 布基也也是专门讲黄色笑话 就感受到 大家其实很喜欢黄色笑话 这种 就是 这个很辛辣 但是听起来又很开心 就好像吃麻辣锅这种 很舒畅 舒畅的感觉 这个我突然想起来 可以分享一个 就是在 在我刚刚讲 就是我们年初 有办了一个专场 那场演出当中 我有一段是在讲 就是关于做爱笑话 然后印象很深刻 就是 因为卖票的时候 很快的 莫名其妙 就是 比较贵的区域 就先卖完 然后当天 来的时候发现 就是第一 前面第一二排 普遍的那个 受众年纪都偏大 我也不晓得为什么 我根本不知道 他们怎么知道喜剧开港 我也没有印象 他有按我们赞 一个六十几岁的 夫妻 对 然后我在讲那个 我在讲做爱笑话的时候 那个阿姨笑得很开心 然后 搞不好人家小时候看 猪哥亮 歌廷秀 他笑得已经结束了 然后 他还在那拍手 然后说 爱上哦 好了 他还给我这样 应该是很开心 我觉得老人有时候 他们小时候看 歌廷秀那些东西 看猪哥亮 余天啊 他们讲话超昏的 他们就觉得 两百那种 十几二十年 没听到那种 昏得很舒畅的东西 现在偶尔听一下 觉得好过瘾 因为老人反而很昏心不弃 有时候蛮赞的 对 就是在高雄 我发现就是 你讲 你讲昏梗 其实 大家接受度蛮 蛮高的 地狱梗 地狱梗的部分 就是 我觉得可能是大家 还不太习惯 就是 这是个喜剧场合 所以很多的玩笑 跟他们还是比较容易 比较起台北啊 他们还是比较容易 替以被讲到的人 觉得被冒犯 了解了解 这个风气 我觉得是 你难以去直接去介入 去改变 我觉得那就是一个城市 或是一个 就是这个品牌 大家来观众的一个 风气吧 这个我不打算去介入 那就让它慢慢的去 转变 在高雄是那种 那种 开地狱梗的玩笑 我不去评论地狱梗怎么样 只是说 在地狱梗的玩笑部分 大家是比较难去接受 他们可能有些人会笑 可能有些人会觉得 可以接受 可是 他们在表面上的时候 都是不敢表达出来 就是看 他们还不敢做任何的反应 没关系 每个人有自己的 喜欢的风格 很正常很正常 对对对 那你们的观众 在看表演的时候的 气氛跟态度 什么样子 比方说像台北 有些观众就是 他们一坐下来 你就知道 这个人不是来看表演 他们的时候会 那种双手交叉 那种看起来 叮嚷嚷一步 我今天就是来看 你多好笑 这种心态 坐在那里 你就知道 这个人不是来看表演 他来找杂 那你会觉得 高雄人来看表演的态度 是怎么样 这是来享受吗 还是他是来挑你毛病 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我们就说 这是高雄喜剧开港的骄傲 所有来过喜剧开港的外县市影员 都说天哪 这里好friendly哦 这里好有赞哦 最好的观众 我在台北从来没有 就是这样的open mic场合 一开场没多久 大家就都很开心 然后大家对于笑话这东西 都很同场 好耶 讲什么 就是基本上 我们也不是说 我们完全没有那种 很冷的场子 也是有过几次冷的场子 可是大部分的时候 互动性跟 放松的气氛 对 就是其实相当的放松 然后观众的回应 其实都相当的舒服 就是 我们没有发生过那种 就是 现场来 就像你刚刚讲的那种 我就是来看你多好笑 你讲什么 我就吐什么东西 你也不是在做那种正常的 喜剧互动 你也不是真的很动 的那种观众 然后也没有什么那种 就是装秋 或者是 很吵闹 或者是 进来 就是你明明就花钱 花钱听open mic 然后你还进来 然后在那边 看书 滑手机 完全做自己的事情 我干嘛 你是进来吹冷气 花一两四块吹冷气 是不是 我不懂 高雄是 我敢讲 就是因为我每场都有到 我是主办方 你就讲就是 只有发生过一次 就是 场子比较冷的状况 其他场基本上 都相当的舒服 然后 观众们都是 跟我们培养 相当好的 默契 这点是我觉得 喜剧开港 相当令我感动 我真的很感谢这些 观众素质 观众素质升高 超棒 超棒 问其他 不要说自己讲 问其他的台北来过的 喜剧演员 他们应该都知道 应该都很感动 那观众是会愿意 一直买票 一直买票路上的吗 算 你会觉得有看到 重复的 重复来的客户很多吗 还是你会觉得 新的客人 新的客人 都有 新的客人 其实老实讲 还是占 来看OpenMy新的客人 还是占多数 还是占多数 可是比例 没有像 其他线是那么高 像 我那时候听 听了才知道说 二三的观众 其实 基本上每个礼拜 都还是八成左右 是全新观众 我很惊讶这件事 非常多 是 我以为都是已经建议起来 都是已经习惯回头的消费客人 但其实可能不是 不是这样子 那在高雄的话 现在啊 现在大概是四成左右吧 大概三到四成是固定的观众 对 蛮好的 然后这些固定的观众 我已经 我已经 就是看到他们 我已经记得起 他们的绰号 或者是他们的 的姓氏 然后 他们喜欢哪一类型的表演 对对对 我就跟他们小小的聊天 然后 就是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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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这次也是蛮感动 就是啊 他们在我们初期 还很尴尬的时候 就愿意来 对 我觉得这个时候很感动 现在也有多好笑 对 可是 他们就是愿意看着 可能 类似的 每一周 每一次的演出 可能有30% 甚至50% 左右是重复 然后在修过的东西 但是他仍然能笑得很开心 享受的很开心 对 人真的超好 有 超好 只要有这些人在 我没有 我除非 亏钱亏得很严重 不然的话 我没有理由 把 持续开港 停掉 我会为了这些人 然后持续去办 因为他们有时候 甚至 几个礼拜 他们还会带 带一个朋友 来一起来 来听 这样子 两个真的很好 超棒的观众 天哪 也不特别跟你讲什么东西 但是他们就带朋友来听 跟你打个招呼 然后结束了 就 就开开心心 真的离开 好好哦 这些人真的 让人很感动 让人很感动 我想到我最近一次 我们团的专场表演 就是有一些喜剧铁粉 他已经每个礼拜的 open mind都来了 然后我们那天 我们是办三场表演 他居然连续看其中两场 我觉得实在太扯了 好挺哦 好挺哦 他来了我都觉得 我要退其中一天的票给他 才是比较好 实在是太挺了 那真的遇到这样的观众 自己会觉得 好感动哦 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会觉得 就是有这种人 就是更加深自己 然后继续做喜剧的意愿 那你现在就是 虽然是一个 算是年轻的品牌 到现在 快一年了 快一年 那你对于在 不到一年 还不到一年 到八月才一年吗 是吗 对对对 那你对于在高雄发展 继续做喜剧 跟继续做喜剧开场的品牌 你有什么展望跟目标吗 嗯 哦 我是 这是喜剧开港 开港 开港 啊啊啊啊 喜剧开港 因为我最近看了个日剧 最近有个日剧叫喜剧开场 很赞很赞 那他们是喜剧开港 喜剧开港 展望哦 嗯 我不想 不喜欢就是要讲得多 我是一个演习很大的人 但是我不敢 不敢就是把话 话讲大的人 嗯 所以 嗯 说短 近期的 近期目标之类 是 做到的事情 就是 让 让高雄的 喜剧演员 有 我们有实际实质的作为 然后让他们持续进步 除了open mind以外 嗯 我们能做出 不一样的 的课程 哦哈 或是不一样的 呃 进步练习的方式 哦哈 给 给这些演员 去做提升 嗯 然后 第二个就是在 呃 接下来 接下来 解封之后 嗯 我们的一年的时间内 我们能呃 除了缠出自己的专场以外 嗯 能再接到呃 商业演出的合作 嗯 或者是 直接实质的有呃 单位 嗯 可能喜剧开港 跟 呃 同差什么 什么这类的东西 所以你会排斥 讲说选举场之类的吗 选举场 选举场我 呃 我会看 选举场超赚 哈哈哈 选举场应该赚 但是 我 我的底线就是 呃 他不能审我们的内容说 你的这场内容 你可以讲什么 你 你只能讲支持我们的东西 然后 或是你要我们的演员 写文本去攻击对方 这个我可能没办法 了解了解 但如果你说 说呃 这场表演 写 呃 关于我 我观察政治的发现 嗯 那这东西 我觉得可以接 嗯 这个东西我就 我就可以接 这让我想到 这是第二个部分 让我想到 卡米蒂以前 有接过连胜文的案子 那个很好笑 就连胜文那时候 在选台北市长 但是他就跑来 卡米蒂说 想要练习 有没有交口才 跟幽默的课程 然后卡米蒂一群人 就觉得 哇 这案子很大 廉价的钱 想必是相当的多啊 他们就开了个课程 来教连胜文 怎么样子讲话 跟变幽默 但我觉得可能没有成功 如果是这种 如果是这种 Case 这种可能可以接 因为比较幕后一点 比较幕后一点 而且你只是教学 这可能可以 这可能可以做 这可能可以 这可以做 那你刚才有讲到一半 嗯 你刚讲到一半 我打断的时候 就继续 对对对 没关系 没关系 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就是 嗯 我会希望能有一个 现在 现在 我很感谢 现在能在 贝克沃这个地方 我会希望 我会希望 就是喜剧开港 在接下来的几年 也许两年 或是三年的时间内 我们可以移到一个 属于我们自己的地方 就这个地方 大家来 就是他 他不是一个 复合的 其他的商业空间 他是一个 就是属于喜剧开港的 的空间 甚至是一个 小型的剧场 剧场 跟卡米地那样子 我不知道你 久安知不知道 那个高雄有一个 叫做 海音中心的一个 场馆 他 我知道 那很大 那很大 有我知道这个地方 刚落成的 不是海音中心 在海音中心的对面 其实 盖了好几座 像是 金鱼的 一个 建筑物 然后他其实就是 一个一个的 剧场空间 多工人展演空间 像博尔那样子吗 我发现其实是有一些 对有一些 不是小品牌 有些品牌 是有进驻 然后我在想 也许 也许 如果有一天 我们这个品牌 能像 能像卡米地 或是像 二三那样 有一个属于 自己的空间的话 那会是一件 相当好的事情 然后 这个空间 我也可以 去安排 让 演员 他们可能 自己来这边 做练习 或者说 做其他的 排练使用 这个是 最 第三个 算也算最大的 他实际上的花费 比较多 对 他比较 有一个属于 喜剧开港 自己的一个 空间 我现在 目前知道的 有自己空间 纯座空间的 其实都很花钱 像二三是因为 还有在做酒吧 卖酒 可以弥补一些 然后 新竹那边的话 他们是跟 有点像是 练舞室 合租的 就是除了 做表演以外 时间就是给 跳舞的人 拿去跳街舞 所以有人当 帮个分担租金 这样子才比较 能活下来 所以有自己空间 真的是一个 等自己 牌子大一点 收入多一点 在做的事情 会比较好 那是花钱的事情 说实在的 说实在的 到现在其实都是 都是不赚钱的 一定的 但是 卡米迪做到 做到去年 卡米迪到去年才赚 他烧钱烧十年 我的老天爷 好恐怖哦 你现在告诉我 我才第一年 你跟我说 还有九年要录 好恐怖哦 我觉得 我觉得最辛苦的录 收酒已经走完了 现在其他人都是 站在收酒的肩膀上 对 这个很厉害 这真的很厉害 我当时就在想说 因为我是一个擅长 使用网络做 行销工具的人 然后 我当时就在想说 卡米一当初 在做的时候 他连脸书发文 都没办法发 那时候 他当初在做 剧场喜剧的时候 还没有脸书 只能call it相传 只能写网制 我现在想想都觉得 那个到底资讯 要怎么传播出去 只能call it相传 真的好可怕 对啊 非常的辛苦 对我来说 是黑暗时代 我没有办法想象 我没有这些网络工具 我要怎么跟人家 介绍喜剧开港 我要怎么做事情 都是没有办法的 而且我觉得 最惊人的是 Social他自己 开网络公司 这个真的是 他的本业是网络公司 然后你网络行销 做的乱七八糟 这合理吗 等一下 刚刚那是段子吧 我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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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真的 这是真的 他自己有一个网络公司 所以他才有办法烧钱 烧钱烧这个 烧喜剧的事情 他就是活得很奇妙的一个人 收实在的 那我们今天就是 聊到这里 也是很丰富 很丰富 了解了高雄的喜剧 发展的现象 得到很多东西 那喜剧开港 有没有什么小宣传的东西 或是粉丝页啊 那是 想要 或者文章活动 宣传的 对对对 可以跟大家讲一下 哪里可以找到你呢 或是看你们的活动 我们的SEO做的还OK啦 所以打喜剧开港 应该基本上 都是找到我们 真的是很好找 我们每一周会更新一支 YouTube的影片 那这支影片 都会是喜剧开港的 表演内容 然后有时候会有一些惊喜彩蛋 就是他不是 不只是我们喜剧开港的素人 可能有时候你会发现到 诶 有些台北的演员 也有来这边讲过 对 然后这可能是他 很实验性的段子 他刚才来讲 然后也有可能 呃 也有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现在有在做 线上的 的open mind 那每个礼拜五的 晚上八点 我们会做一次线上open mind 在解封之前 我们每个礼拜都会 做一次 那如果你没事可以想要来听看看的观众们可以每个礼拜五 然后在我们喜剧开港的YouTube或者是脸书都会看到相关的直播连结 就是可以来看的 那想要来报名也是可以的 对 因为open mind其实是一个大家都可以上来尝试的 嗯 一个练习讲笑话的场合 线上open mind不限地点 欢迎大家来试试看 线上open mind大家都可以试 对对对 比较起 呃 卡米蒂跟 二三 呃 可能喜剧开港压力 比较不会那么大 因为二三跟 跟卡米蒂都有 大家都有相当久的表演经验 或者是 嗯 可能比较了解段子的 呃 结构内容 但是喜剧开港 还 比较菜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 小朋友 很怕生很怕生的树人 对 欢迎来试试看 欢迎来试试看 nice 嗯 好 听起来很棒很棒 来大家 先 现在就google喜剧开港 哎呦 顺便google本节目 人造人喜剧万书 如果喜欢我们这期节目的话 支持 支持 支持我们节目 分享给一个朋友 也把喜剧开港 分享给你的 喜欢喜剧的朋友 那路过高雄的话 顺便看一下 他的表演 谢谢 对对 耶 那我们这一集 就到这边结束了 谢谢大家 拜拜 谢谢大家 谢谢久安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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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